来到文物馆除了看展览外 现在来到瑞瑟奇美文物馆 阿多兰部落展也可以看电影 入馆人员表示 随着文物馆跨年度展览 即将在4月底结束 特别规划最后12场次的 部落年纪纪录片欣赏 现场还会有策展图腾的 捐印DIY活动 也邀请大家周末假日 一起来文物馆看电影 来到武贺原住民产业推广中心 看奇美文物馆阿多兰部落展 除了看历史文物 现在驻管人员 还要揪你们一起来一场电影约会 瑞瑞奇美文物馆 因0918地震建物受损 相关展览活动 也暂时迁移到武贺产业推广中心 而从去年10月开展的 阿多兰部落展展出期间 也深受游客以及部落族人民众的 浓厚兴趣以及认同 参观人次也比预期还要来得多 其实对于这个展他们都觉得说 就觉得非常认同 因为现在在这个时代 你说文化要怎么延续下去 也是有点困难 但是要怎么去进行 跟传承下去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困难 对然后就是也希望透过这个展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文化都还是有继续的在传承下去 持续下去 所得跨年度展览即将在4月底结束 助管人员也特别将去年 在部落一例性年纪过程 以及相关记忆的填调资料 与影片制作成纪录片 从3月份开始 在每周5、6日推出 让游客民众欣赏并认识 部落文化记忆 现场还有策展图腾捐印DIY 作为纪念品 用去年阿多兰部落举行 Gumlis这样子的记忆 跟以理性记忆的时候 我们跟着拍摄 他们做这样子的记忆 然后制作出来一个纪录片 那这个纪录片它的成果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就如同一场电影一样 4月份还有6天 就是从12、13 然后接下来的每个礼拜五、礼拜六 然后一天是两个场次 上午的10点半跟下午的2点半 而接下来还有12场次的电影 揭露片欣赏 民众可以到奇美文物馆官网 填写报名表单 由于展场空间有限 因此每场次仅开放15个名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文物馆看场电影吧 记得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